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一报复大讲讨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今天我们来说说出现哪些症状说明感染了幽门罗感菌 我国幽门罗感菌的感染率非常高 对于成人来说,幽门罗感菌的感染率高达50%以上 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成人里 可能就有一人感染了幽门罗感菌 那么感染了幽门罗感菌 身体究竟会有哪些特殊的信号呢 第一,恶逆导致的臭味 幽门罗感菌感染的时候 胃肠功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 可能导致食物在胃肠中滞留的时间过长 经胃肠道类其他细菌腐败分解 产生各种有臭味的气体 随着恶逆等反射气体挥发出来 就可能产生特殊的臭味 在患者打嗝的时候 往往能闻到 第二,口臭 幽门罗感菌具有尿素、酶酶、活性 可以分解尿素产生胺 胺是一种具有特殊臭味的物质 有点类似于烂苹果的味道 此外,幽门罗感菌 在繁殖的过程中 会产生硫化氢和甲硫醇 而胺和硫化物都具有挥发性 进入口腔后 就会引起口臭 当出现这些异常的信号时 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 幽门罗感菌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